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红特意在陆红提身边的亲信都忙碌时 邀请他过来议事 陆林中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正规的规矩 如今轻木寨又已是打开门做生意 对顾客的态度就要更好些 曹红忽然说要议事 虽然那时候身边没有其他人 陆红提也还是跟过去了 曹红心中还暗笑他没有江湖经验 然而对方在九人的夹击下硬生生地杀出重围的这份身手 韦石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海浪 此时山寨之中的内应也已经发难 火光与喊沙声在寨子里四处蔓延 曹红等人追了出去 只见陆红提的身形快如闪电 他们仅能勉强追上 前方两名轻木寨的内应也挥刀冲向了陆红提 女子侧身避过 贺问无果后 迎着两人的刀锋就柔身而上 双刀下劈时 他右腿闪电般弹出 直接踢碎了其中一人的膝盖 同时一掌击飞了另一人手中的长刀 随后只听啪啪两声 两截耳光轰在了两人脸上 将两人打得口吐鲜血左右飞出 此时曹红的一名亲兵从后方赶上 挥刀劈出 却被陆红提反手拧住了手腕 陆红提虽然高挑 但对方身材魁梧 比他还要高上一头 当陆红提想要急着冲事 将他摔飞出去时 他也往前跨出一步 想要反过来制住陆红提 空气中呼呼呼的三声震气 两道身影转眼间冲出了两丈有鱼 在激烈的绝力旋转换位了僧子 随后旋转着飞起在半空 轰的一声巨响 撞上了后方的木屋 将那白羊木筑起的尖石墙壁 硬生生的撞开了 瞻中最不缺的就是木头 住房用的木料坚硬厚实 此时竟被血肉支驱强行撞开 尾石害人无比 而这一下冲撞带来的伤害 则全部轰在了那名亲兵身上 方才两人飞起在空中 那亲兵后背撞上了木墙的同时 与他一起飞撞过来的陆红蹄 在半空中身形秘密 如轰雷般侧身撞入了他怀中 正是一记刚猛无比的踢身口 他在那三次旋转中 积蓄了惊人的力量 一瞬间全数轰在了那亲兵身上 那亲兵口中鲜血狂喷 皮甲下的身体几乎被登场撞碎 随后连人带墙被轰飞了出去 曹红等人看着 他在轰然巨响间被砸进了屋子里 随后只见陆红蹄子屋子另一侧走了出去 当时就知道遇上了扎手的点子 然而却已骑虎难下 陆红蹄担心寨子里的情况 不愿意与他们多做纠缠 曹红等人却只能紧追其后 几人追逐着穿过了几乎半个山寨 若是看到有人厮杀 陆红蹄便冲过去随手击到树人后 再奔向下一处 他出手狠辣 周周致命 分明是在战场上锤炼出的杀人计 往往短短几招便能击杀树神 曹红与几名亲兵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却只能对他造成些许麻烦 而当杀得半身血红的陆红蹄回过头来 将目光转向他们时 寨中的叛乱也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 随后曹红带着六名亲兵 与陆红蹄站成一团 七人夹攻陆红蹄 还是勉强能对他造成一定的威胁 但也仅止于此了 陆红蹄今天穿了一席黑色长裙 原本大方而又不失英气 此时长裙上已经是血迹斑斑 衬得他的瓜子脸与紧簇的眉头更是寒意逼人 当他信不杀来 从容的身姿间却散发出了让人窒息的杀气 七个人一起还勉强能造成些许威胁 而当其中一名亲兵在混战中陡然被杀 曹红等人溃败的速度便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快 他们狼狈不堪地不断溃退时 终于明白对方之所以连武器都不带 就去与他们议事不是没有江湖经验 而是觉得没有必要而已 我 我们认贼 你住手 被对方雄魂无比的内力推得连退了八九步 曹红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 然而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便从他身边飞过 正是那名方才挥刀拦下陆红蹄的亲兵 也不知陆红蹄是怎样将人打出这么远的 他身体重重地被摔在地上 滚了好几圈方才停下 吐出一口血便不再动弹了 将军快走 另一名亲兵武器已经被击飞 大喝一声便朝陆红蹄扑去 想要拼死抱住对方给曹红争取逃跑的时间 只是身体还在半空 便被陆红蹄一掌击碎了天灵盖 尸体摔倒在陆红蹄的脚边 曹红看得牙子郁裂 我乃亲王手下大将 陆红蹄摇了摇头 继续朝他走去 此时他脸上也沾了几点血迹 但气质依然干净纯粹 没有寻常杀人者的利器 我不会放你走的 足音空灵 距离转瞬拉紧 曹红摆正枪身 在啊的一声怒吼中刺出了钢枪 只见陆红蹄跨出一步 身体就像是与那钢枪融为了一体 曹红忽然觉得小腹剧痛 随后是胸口 然后只听破风声怒笑而止 衣袖在空气中如鞭子般抽出 砰的一声震响 陆红蹄的第二掌轰在了他的胸口上 一触即收 眨眼间便已在他身上连环轰出三掌 鲜血黄奔 曹红的身体飞出两掌后 重重地摔在地上 钢枪也从他手上掉落 而陆红蹄只是静静地继续向他走去 曹红在地上挣扎了几下 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浑身颤抖着往后退去 你不敢杀我 姓王 鬼板 与良山 扫平 你不要杀我 陆红蹄弯下了腰 单手从地上把钢枪捡了起来 继续朝曹红走去 谁也扫不平吕良山 曹红看着他不断后退 然后啊的一声拔出了长刀 你不敢杀我 下一刻 陆红蹄手腕实力 枪尖往上一跳 曹红刷的灰刀试图格挡开长枪 却被劈在了空中 陆红蹄仅用单手握住钢枪的尾部 枪尖却灵活地有如毒蛇 虚晃一招后轻易地刺穿了对方的防御 长刀掉在了地上 曹红双手握住了枪身 鲜血很快就染红了他的手掌 钢枪刺入了他的小腹 并从背后穿了出去 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只能用尽最后的力气徒劳地握住枪身 而陆红蹄依然单手握住长枪 推着曹红往前走 他每前进一步 曹红就颤抖着后退一步 鲜血与会晃从衣衫上不断地渗出 不远处的小广场上 人群已经聚集起来 把叛乱的众人围在了中央 向道旁的屋顶上也有人影出现 黑暗中 陆红蹄挑着曹红走了出来 走到广场边上时 他抖然将手中的长枪一脚一挑 在曹红最后的惨叫声中 嚼碎了他的肠子 随后双手握住长枪 用力往地上一捅 将曹红定死在了地上 火光摇晃 叛乱者与忠于陆红蹄的众人 都看着这一切 陆红蹄走向人群 先向前方一鸣 须发揭白 但精神绝硕的老者问了好 然后才望向叛乱的众人 他们如今被分成了两边 一边是在先前的叛乱中动了手 此时身上伤势 或轻或重的年轻人 另一边则是哭哭啼啼的 女人和孩子 那群年轻人中 一名半身染血的男子 还抱着陆红蹄的剑 陆红蹄朝他走去 周围的人几乎都下意识地往后退 看着他将那把剑拿了回来 该还给我了 他轻声说了一句 随后望向这次叛乱的主脑 陆三叔 沐家哥哥 我一向带你们不抱 陆红蹄的目光有些哀声 那两个人与他对望了片刻 其中那个抱着 冰铁长刀的中年汉子抬头道 你比较是个女子 没说女子就不能当寨主 沉默片刻后 陆红蹄说道 而且寨子是老寨主留给我的 但你是女子 你就不能服众 今日你没有死 是他们低估了你的武艺 也是我们高估了那曹红 那汉子猛然指向周围的人 你没死 他们才暂时站在你那边 你若死了 他们立刻就会到我们这边来 再也不会记得你 因为你是女子 你会嫁人 谁知道你将来的汉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嫁了人 也是这个寨子的寨主 陆红蹄垂下了眼帘 随后又睁开 陆三叔 我知道你是为什么 去年六月节的那趟标 我说他们已经投降了 不能胡来 可你们要将人家标局的姑娘 抢回家当儿媳妇 他爹不答应 任九弟就杀了他 为此我罚了任九弟 可你们不反思 自己杀了人家的父亲 反而逢人就说 我放走你家的儿媳妇 是不是因为这个 大家在山里讨生活 谁没杀过人 谁不是这样过的 我家路人已经什么年纪了 凭什么不能娶媳妇 你就为了那种事 罚了他二十遍 还让他在这里跪了一天 知不知道 他后来病了多大异常 你一个女人懂些什么 瞎讲你那套规矩 知不知道 放开手 咱们可以过得好多少 饭开手 你们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讲规矩 我才让你们吃上了饭 放屁 陆三叔 你们瞎了眼 只以为是行情好起来了 那为什么以前的行情就不好 金辽在打仗 什么东西都去 所以从旅粮过来的人才多了起来 你 你们是猪 吵架和讲道理 毕竟都不是陆红蹄所长 他气得脸都涨红了 却也只能憋出这样一句骂人的话 倒是旁边的人 见陆红蹄说不过那人 都陡然骂了出来 转眼间就想成了一片 他妈的陆三 你眼珠子瞎了吗 去你妈的 没有债主定下的规矩 谁会走我们这边 给我们送东西啊 宰了他 说那么多干嘛 怒骂声中 那陆三道 哼 反正现在你赢了 你想要怎样都行 我陆三也是刀口甜血 脑袋别在苦药带上 过日子的人 因为你是女子 这债主之位你会传给别人 还一直想要选一个人出来 这事你做过吧 如今债子大了 你恋债不去 不就是为了那点权力吗 周围的人骂声更响了 陆红蹄脸上原本仗的通红 文言却是摇了摇头 我不会把债子给你们的 他神色复杂的笑了笑 看着周围所有的人 扬起了头 重复了一次 我不会 把债子给你们的了 他这样坦然的表示不认账 都让其他人都沉默了下来 片刻之后 陆红蹄才再度开口 因为你们能吃上饭了 我终于让你们能吃饱了 几年前 大家都吃不饱 刀口甜血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谁不是这样 那时候 大家什么规矩都不讲的 抢来抢去 我还小的时候 那年冬天下大雪 真的没有东西吃了 陆三叔 我把我最后的半个饼 给了人酒地 最后他还是没吃饱 我也饿着 只能嚼鼠皮 寨子里的人 都饿得一直哭 他有些哽咽 抹了抹眼泪 随后却笑了出来 那时候 每年总有几天这样的日子吧 谁都过过的 我当了寨主以后 我也没有办法 我武艺高 可以到处跑 可以去杀人 可是我去杀谁啊 杀了谁都不够大家吃的 我那时候是想过 我是女子 不适合当这个寨主 也许别人可以比我当的更好 可现在不同了 我总算让所有人都吃饱了 你想要这个寨主 那原本也没有什么 他笑着脸上还挂着眼泪 随后咬了咬牙关 可你们想让大家再饿肚子 我不会让你们把事情变成这样的 那句话中隐隐透着坚决 在他心里 这份坚决来自于 身在千里之外的 那个男人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373章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